各位家长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怎么样设定你的Windows 10的电脑可以使用和语拼输入 首先我们先进到Windows的Menu里面 好,然后按Setting 你会看到Time and Language这个选项 按进去之后选Region and Language 好,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语言这边 你可以Add Language 好,然后我们接着各种语言里面我们找到中文番体 然后这边选中文台湾 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中文输入法在里面 但是呢,它Default的设定是用注意符号 那我们现在要选择把它换成用汉语拼音 所以我们把刚才加进去的中文输入 点一下,它这边出现Options 再点一下Options 然后我们就把它这边不公布过的输入法把它改变 点一下之后进来Options Keyboard Layout把它改成汉语拼音 好,这样就可以了 它已经会自动进入你的设定 那这边就可以把它关起来 好,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先进到Wordpad里面 我们来看是不是已经有可以选择中文 好,中文 好,我们来打打看我的名字 好,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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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就是如何在您的Windows 10电脑里面设定中文输入的方式 谢谢